羊桃生津止渴 什么时候吃羊桃 可以摄取最多的营养 A 饭前吃 B 吃饱饭过后 正确答案是 B 吃饱饭过后 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草酸盐 接下去再吃一大堆 有关这个人 今天下午6点 晚上10点 超市现在有健康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就是夫妻面对面睡觉啊 对不对 互相吸入对方的废气 甚至比较不健康呢 面对面就对了 对 好 来 圈叉 自己小龙哥没有办法回答啊 我也曾经有过 她是吗 但她没找过女朋友啊 圈叉请逐游 来 我们来选择一下 会举圈 圈叉 她 会没过一半 对不对 很不给你面子 亚兰 只有你 三位女主圈 她 如果我们面对面睡觉 她今天吃过什么 我都知道 你怎么睡得着 然后她呼吸的时候 第一个 洋葱 接下来 牛肉的味道 接下来很多的味道 你会没有办法睡觉 她那有刷牙 还有层次 有刷牙 我跟你说 她那个气是从她体内散发出来的 从味吐出来的 对 很臭 然后很热 譬如说两个这个脸对脸这样睡的话 就是 譬如说有时候眼睛突然叉开 太突然叉开 吓死了 撞了一些 我才是遇过这样子的 因为你有时候热烈吧 想到看她睡觉的样子 一睁开 过三秒钟 嗨 吞吞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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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看得到鬼了 你不会连半夜段在 吞吞 对 我觉得会吓到 那是因为你每天带回去睡觉的脸都不一样吗 不会 而且你看当你这样吐气的时候 我觉得 没有人喜欢对方的气吐过来 那个味道是不好闻的 而且那个是不舒服的 因为你只能吹着你的鼻子 而且是那种 不是很清香的这个 这个味道 我觉得怎么可能会帮助睡眠呢 恨不得把脸 对啊 我觉得是不可能 但是你觉得会影响到健康吗 我觉得会 因为大家你刚觉得是差 你刚才想睡觉 你刚才想睡觉了啦 老人要睡觉了啦 我们昨天有熬夜 老人要睡觉了 对 你 你看长期造成的影响 是不是刚才举圈 这也是对不对啊 好 我就会影响 会影响 OK OK 来 韩律师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耶 我觉得跟健康没什么关系吧 就是因为你这样面对面睡 其实你也不可能面到这么近啊 你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健康 是没有太大的差异 只是说 你要刚开始要入睡的时候 会被他的呼吸稍微影响到 但是因为像如果对方 很容易就入睡 像我老公很容易入睡 我就会开始数他的呼吸 因为他一睡着 他呼吸会变很慢 他会这样 你就知道他睡着了 然后我就会这样子 跟着他数那个呼吸 然后我就会睡着了 哎哟 那你像老公不在怎么办啊 属谁的啊 你 你带的呢 不能算命 不要急 好 这样 好 所以呢 这个面对面呼吸 有人在质疑说 哎哟 那他的二氧化碳啊 他的口气啊 等等对健康是不是负面的啦 廢气 到底有没有影响 来 王医师 其实两个人睡觉 他的距离大概有一个枕头 其实一个枕头距离 已经蛮宽的 其实空气都是有在对流当中 大家不要在意啦 那当然有提到说 你睡前到四个小时 你有吃东西的话 那本身消化没有完全 你可能就算你有刷牙 有漱口 还是会有呼出那个味道 所以经常在 那个是不好的味道 是影响你的睡眠 影响你的那种睡眠品质 这是另外一种制约 你想中的味道你就睡不好 你要忘记这个味道 学下爱丽丝 跟他的老公一样 进入那种睡眠的那种呼吸的频率 那个呼吸的共振的频率 就让你睡得很好 其实你越近 你经由视觉还有听觉 这些刺激 其实会增加我们亲密感 也就是说 如果应该或许这么说 一个夫妻如果长期都是背对背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推测 也许他们的亲密感 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是赞成说 其实夫妻当然睡眠 是不要离太远 彼此有一些接触 其实在心理层面 也会增加彼此的亲密感 基本就是这样 那为了增加我们的睡眠的品质 卢医师 吃些什么吗 在传统医学中医部分有一些推荐 刚才提到营养学 提到像蜂蜜啊 牛奶啊 小米粥啊 睡前那些小米粥滚定 我们的神经也不错 对不对 那中医有叫酸澡仁 中医要酸澡仁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假如说厨房里面 有一些阿嬷的偏方 假如说胃还不错的话 我们可以泡一点那个酸酸的醋 就是温水醋 当然胃要比较好一点还可以 可以帮助睡眠 对 醋也有帮助睡眠 因为中医要说醋会入肝脏 那第三个呢 就更不用这个大费周章的 我先带一个枕头 那这里面放什么呢 放菊花 菊花 在我们唐代的这个 这个一个中药专家 叫孙思淼的千金方 他就提到药枕助眠法 药枕 对 我先带了药枕 帮助睡眠 就泡了都会倒了是不是 对 里面放菊花啦 可以讲说薰衣草啦 或者是我们一些像绿豆疹啊 有这么好睡吗 对 那这些 中药这个 它是一个很好的健康疹 记忆疹 因为它会随着你的脖子的角度 不管是曲的还是平的还是凸的 会随着你的睡的任何角度 正躺侧边有帮助 那也可以放像绝冰子啊 绿豆壳啦 因为它本身香的东西 再加上它是软的 会随着你的脖子的生理曲度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可以推广 那王医师有没有总结一下 我们常说 第一个 大家养成一个固定的睡眠习惯 大家不要说不要稳暖 因为你们身体会去学习那个记忆 那养成一个就是定时间就去睡觉 那当然晚睡晚起 习惯了艾力士 你就继续晚睡晚起 那再过来床上只做两件事 说睡觉就是爱做爱的事情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定要加在这里面 那睡前四个小时不要运动 那当然做这个运动是很简单的休闲 大家不要在意 那如果真的有睡眠障碍 那如果像雅然一样 你真的很严重的话 求助于专业的医生 你不要排斥用药 那你自己去处理的话 其实反而事情会更糟糕 对了 好啦 所以如果大家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 请改变它 因为你知道这样子是不对的话 那改变它第一步 你就要甘愿 不要再拖得那么晚 要甘愿睡觉好不好 你一定要在喊话 好可怕 那今天有很多重点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妈妈抄笔记来搜寻 都可以找得到 好啦 祝大家有一个好年 好可怕 谢谢 你这个酱料拿来搅面线也好吃 也跟妳講得很好 好可怕 另外我们更简单的 还有一个排毒卡 就是 黑豆把它炒到比比较好 你来加红枣 就是养肝 明天晚上八点 情侣跟我这样过 给新手爸妈最有效的交战手折 将来如果她就放弃了 跟别人的社交 那就是你要负责 给爱美的你最简单快速的 射身结招 快评了 LUBI LUBI 这么大杯 对你的营养饮食健康打网 我够完的热量啊 又比那一碗烫的热量 还要多两倍以上 好 态堂两性和亲死之间的情绪感受 你这地方刚刚参赞婆婆 那一刻自己演出来的 新手病超级健康第一品牌 周一到周四晚上八点钟 请你跟我这样过